自从辽宁舰之后 美军有很多航母开始在 印太这边航行 所以呢 航母航行的时候 就会要有F-16 或者是其他的战机 来一起执行任务 所以加油机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呢 很多的军事专家就说 比如说前几天啊 有F-16 四架美国空军的F-16 要从日本的三则空军基地 飞到 要飞好几百英里哦 飞到罗斯福号那边 它位置在台湾的南边的海域 大概巴士海峡那附近 然后呢 F-16因为上面啊 如果你不加油 没有任何加油的航程 最多只能飞大概四百英里左右 大概是六百四十几公里 所以很多的专家就在讲说 如果你F-16 你又没有很好的加油技术的话 会不会你根本飞不过来 第二个讨论点是 台湾如果等美国的F-16 要加油四次才能飞到台湾这边来 池源的话 台湾自己需不需要买空中加油机 这件事情 你觉得呢 我认为这个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美国它这个F-16 从三则的空军基地 飞到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 总共飞了两千九百公里 两千九百公里 你来回一算的话 将近六千公里 当然它经过四次空中加油 它不是光只是 刚才您所说到的它的F-16 它是不带副油箱 它平常是挂了副油箱 挂它机翼下面 它这个照片下面就是副油箱 它的边边是空对空的飞弹 它下面还有副油箱 那个长的对 那个是副油箱 你说这个吗 不是那个F-16 后面的那个F-16的飞机 挂副油箱 所以它就算是挂了四个副油箱 加上它机内的油箱 它最大的耐航 最大的航程 可以飞到一千五百公里 一千五百公里 还是不行 因为来回六千公里 再经过还是空中加油 那我们的F-16 从美国飞到台湾来 是从美国本土飞到夏威夷 空中加油落夏威夷 然后人员休息 再从夏威夷飞到关岛 然后人员休息 然后从关岛飞到台湾 它光只是单程 只是从夏威夷飞到关岛 要经过七次的空中加油 七次 它这个是十次四次 因为毕竟很短 它十次四次 那这个空中加油 看它空中加油也有技术的 不是光只是这个飞机空中 因为它是陆基起飞的 航空母舰的飞机要空中加油 航空母舰飞机的话 如果你落两个航线 没有落下来 飞机油快烧干了 你先是之前的 因为你落舰失败 一个重飞 重飞完毕之后 重新来过 又落舰失败重飞 马上有个飞机 马上紧急起飞 它上面里面是它的油 它油要给你 空中它有个加油管 航母的飞机 千十五或千十五 美国的航母F-18跟F-18 也可以彼此空中加油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买空中加油 因为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在南沙的太平岛 距离我们870海里 870海里 换算大概就1700公里 来回3400公里 你乘以2 那我们 南沙太平岛是我们的 万一有状况紧急了 飞机要不要过去 当然要过去 我们的岛上是我们的官兵 弟兄姐妹在上面 我们当然要过去 所以我认为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南沙太平岛 距离我们远 当然空中加油好 第二个 现在整个台北防卫作战 态势已经改变了 需要这个众生打击 需要 延长我们战略众生 那要不要空中加油 我认为要 你会 我们需要我们台湾的 台湾防卫作战的 作战的工具 作战的装备 还有作战的武器弹药 要多元 新加坡国家那么小 新加坡的国家 国土面积720平方公里 只有我们台湾的50分之一 台湾的国土面积是 新加坡50倍那么大 新加坡有两架空中加油机 真的哦 那么小的都有 我们台湾军队的人数 军力的规模 国防的预算都比新加坡多 我们为什么没有空中加油机 我们国土面积 我们又是海洋国家 四周都是海 我们南沙海太平岛 新加坡在南海 没有任何个岛屿 那我们为什么不要空中加油机 空中加油机我们不见得要买 但是我们也可以租 我们可以向美国租 因为买贵嘛 我们可以向你租啊 我们租过五年十年二十年 可以嘛 先有嘛 我们我们这样子我们这些弹药 这些火药炸弹我们可以买 武器这些武器要买 装备可以租 你租便宜租多 而且租你还负责要帮我保修 维持妥善 那不是很棒啊 结果我们有租房子 租房子有时比买房子来的划算啊 好像是耶 对买房子来租 你要还付带款 什么造成你很沉重的压力 但我们租房子有付租金呢 你要帮我把水电修好啊 也是也是 对所以我认为空中加油于我们租 先出这样增加我们战略终身 同时我们在 在南沙的太平岛不止啊 我们还包括 我们东沙岛也在我们手上啊 有时候必要所以我们也要去持援啊 OK 你多了一个工具 多一份安全 多一份保障 也多一份信心嘛 有道理有道理 因为等一下再告诉你 空中加油其实 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 技术层面其实很难哦 不过先请宇潮老师帮我们补充 这个空中加油 为什么变成一个讨论的话题呢 因为很明显的地方是啊 2896公里本身就是一个密码 我们过去都学过那个 呃这个圆周率嘛 大家都画过圆规嘛 如果你把那个呢 这个三折基地啊 这个半径啊 往下一转 你知道这个距离是什么吗 就台湾跟关岛的距离 哦真的啊 所以呢这有另外一个战略厉害 人家在做战术演练 可是背后存在战略的意义嘛 而且在实际上是什么 还记得吗 那好像每日啊 联合声明才发表没多久 然后呢 岸信夫跑去呢 那个呢 宇纳国岛 然后呢这两天呢 就有这样的新闻出来 这什么意涵呢 人家的联合声明之中 不是告诉大家台湾海峡 社官啊 所谓呢日本的这个呢 生命线 也直接影响到日本的 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嘛 所以他还告诉大家 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我用最远的距离 那这个最远距离 我就帮大家讲 你画这个圆规的半径 那就是第二岛链的关岛 三折空军基地在日本的 青森那边啊 在日本最上面 大家可以想想一下 我是没去过 那我吃过青森苹果啦 对就是在日本上面的 一个美军基地 对对对对 然后呢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啊 中共呢在第一级的时候 它拥有很多的 所谓的反介入的武器嘛 A2 AD武器 那么有时候 我们就需要航母哦 那航母呢 基本在远距离啊 池圆台湾的时候 不落地 那该怎么办呢 那还是要演练空中加油 这样的一个战术嘛 所以呢 这些事情告诉大家 人家在做这样的想定 做这样实际的演练 针对什么呢 针对呢台海地区 或是呢 美日安保所说的周边有事 一旦发生状态的时候 该如何用最远的距离来声援 张将军昨天跟我同台 我们也都同样的问题啊 明明冲绳就有普天间 跟加索纳基地 他也可以从哪里飞过来 也是 为什么要劳斯动众 从那么远 那我觉得最好笑的地方是啊 哎 啊我们这边在讨论专业 尤其呢 雨晓老师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我也跟张将军学线多 结果呢 台湾的统媒啊 跟黄球日报啊 口径一次说 美军啊 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啊 哎 一架F-16就要一架 KC-135半飞 到时候呢 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美军要浪费多少钱啊 旷日费时啊 好你说胡锡进的 这一个单位这么说啊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经过这则新闻哎 被中国时报啊 直接copy下来 我都不知道中国时报 你到底是信什么哎 不意外 当然也不意外啊 我是有所本的 所以说中时 你们的这个报道 是不是可以啊 稍微修正一下 对不起我先请 请将军邦补充一下 因为大家对空中 加油这件事情 可能很陌生哦 可能有些纪录片 就看有一个管子连接 这管子还有分硬的跟软的 但我先讲 步骤大概是这样 请问将军哪个步骤 是最高难度最难的 因为这个可以理解嘛 两架飞机要先同步飞 可能有一些角度 需要对得很准 对吧 然后再来呢 两边会合之后 你就对接 对接就是管子对接 你的受油机跟加油机 两边要接得起来 再来 因为两边的重量会改变 这可能也是两边的飞行员 都要调整 因为你重量瞬间减轻的时候 你的高度是不是都有一些 飞行员的技术考量 加油完了之后 两边再离开加油的地区 所以在这四个步骤当中 哪一边是需要最高难度的 或是危险度最高 比较高的时候就是要对接的时候 对接的时候 对你看看那个飞机 它的空中加油机是那么大 就有的时候轰炸机改装的 对 那你战斗机是比较小在后面 气流非常不稳 我们看这个特技表演的时候 飞机好像很稳了 不是 那个飞机都在动都在跳 都在做微调 非常那个气流不是那么稳的 我们看我们在地面上 对啊 吹起风头还有阵风 一阵一阵的 不是说空中很稳定 空中那个改有 我们叫喷射气流 叫高空乱晴空乱流 那个东西 那个大的飞机 你在下面后面还有扰流 你吃到它尾流 都会这种 或者你要跟它对接的时候 要靠近它 接近率 你还不能大不能小 要同步 比如大概是300海里700公里 你就实际都做700 高度要调好 然后公跟母 它一公一母 要对接它 有的在前面 飞行要好操纵去对接它 有的是在背后 F-16在背后 你从背后去戳它 好难哦 F-16在背后 F-16在后面 飞行员的后面 OK 你要去戳它 所以那个当然有无线电 那个操作者有无线电 飞行员也有无线电 你再靠近 提高一点 再往前一点点 你往前一点点 那个要操作非常的精细 这通常费时要多久 加一次油 当然要快 因为这个动作 你不是光 它现在四架KC135 去加四架的F-16 有时候是一架对四 一架对四就够了 因为它的油箱很大 对四个没有 但是我为了快速 所以一架对一架 是这个样子 四架同时来 它有时候一带四 你完毕之后 二号机上 啪上去 另外三 两架警戒 一架预备到 准备要加油 因为两架空中救警戒 为什么 万一这敌击这个偷袭 比天偷袭来呢 怎么办 没有啊 我的两架做警戒啊 四架轮流空中加油 是这样子 所以要迅速 还不能拖时间 所以编队是很重要的 而且要默契 要解散 完毕 立个二号机下去 立个接触 马上就要对它的管子 这个操作很细密的 因为你要知道有乱流 有尾流 有晴空 有高空风 很复杂的 所以要很谨慎 那空一般来讲 美国的空军 它是硬式加油 美国的海军是软式加油 不一样的 这个模式是不同 所以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对接 然后把管子搓坏 一搓坏 你不要空中加油了 因为坏掉了 它就还有一点 没接好就坏了 这个大的飞机坏掉油 它还有预备管 你的坏掉怎么办 你不要被搓坏了 那个对接没有对接好 熬到了 你就加不了油了 就加不了油了 因为通常都是说 到达二分之一就要加油 不是说我剩下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好像灯亮了 我们要进加油站了 不是这个样子 一半就要加油 这采保安全 所以频率还蛮高的 对 这技术上要求的技术的成分 是非常高 每个都要成熟的飞行员 没弄好 以前空中加油失败很多的 英国也空中加油失败 美国也曾经空中加油失败的 都有 失败会怎样 而且会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 空中相撞那还得了 整个气动力 你飞机的外形改变了 你相撞你凹了什么 你飞机都已经不能再飞了 如果空中相撞 你接近力太大 没有控制好 最重要是困难的 夜间加油 你白天还看得很清楚 夜间只看那个 我们叫航行灯 另外叫做编队灯 你要看到它 它灯还照到你 晚上夜间加油 那是更危险度更高的 你怎么空中接近 晚上鸟都不飞 你何况是人在飞啊 真的耶 所以我们看到 晚上的空中加油的技术要更高 航母跟航母的时候 航母跟飞机都对飞机对接 这还好 因为我们同行机 同行机好编队 这个不同行的机 一个战略轰炸机的空中加油机 你这个是个战斗机 不一样 它那么大 你那么小 彼此会互相干扰的 这个技术成分要更高 所以现在有人讲说 美国跟中国的技术 差了十年 但是美国优于中国十年 再请雨晓老师帮我们补充 所谓的软管跟硬管 在每一个军种都不一样啊 对 解放军往往要秀肌肉 告诉大家 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实力 基本上是日益缩小中的 我上网查过 2019年 1015 有做过呢 一个很重要的野猎 就是张将军有说的 夜间加油 但它是用软管 软管跟硬管差别在哪里呢 硬管的速度较快 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 就可以完成了 那个加油的动作啦 那通常是陆机型的飞机啊 OK 软管呢 就是舰载机啊 简单 刚才将军说的F-18 但软管的好处是啊 他们不见得一定都要用空中加油 F-18对F-18 或签署对签署 他们是可以彼此加油的 可是呢 软管啊 基本上 难度相对较低 可是效率相对较差啦 所以呢 最后黑这个技术落后十年的 其实落后数十年啊 数十年 不值得吗 是啊 他们即将组成呢 换小朋友呢 俄国军事单位说的 说啊 这个中国连俄国的加油机啊 都比不上 那最后呢 我们讲这些事情非常有趣啦 张将军现在说 我们要买空中加油机 针对东沙的运补啦 或是呢 巡异太平岛 这个是有战略上跟战术上的意义 可是我解释一下 1998年跟1999年的时候 美国想卖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其实啊 它并不 它并不全然对 它只对了一半 台湾一直都想买 只是那时候呢 这是属于敏感科技 我们一直都想买啊 是呢 那时候柯林顿政府啊 基本上正急于修补跟北京的关系啊 因为96年导弹危机之后嘛 然后刚刚好呢 有中美建策性战略伙伴关系 然后呢 他们还有搞所谓的新三部 是美国在那个时候 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激怒啊 所谓的中国 我刚才说过了 96年导弹危机 柯林顿挺台湾 可是呢 96年 97年 98年之后呢 美国正在修补 那时候的民主党正在修补啊 跟这个北京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错过 不是错过 那时候我们想买 它根本不想卖 但是我认为假以时日啊 在可预期的未来 这个要问张将军 问我只会说 上次我问我问说 宇章老师什么时候有 我只能回答 大约在冬季吧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我认为这项武器对台湾的战略意义 我说空中架架器的这个系统呢 对台湾呢 战略跟战术的意义啊 是非常非常深厚的